你看过的不同人生里,或许藏着相同的故事,我用故事写故事,李宇两条文首先想说一句话,我26岁没谈过恋爱,真不是因为长得丑,林依有次和一同事聊天, 他让我帮忙介绍对象,我想了想,刚好我有一个好朋友还没有男朋友,其两人年纪恰好相仿,凑巧的是,就在前几天,我的好朋友也开玩笑说,让我帮忙介绍对象,我一想,这不刚好可以凑到一起,于是,我先给好朋友说了一下同事的情况,好朋友比较满意,再回过头给同事一说, 同事也觉得听起来不错,第一次牵线搭桥,似乎还挺成功的,我比他们还上心,给了联系方式,让他们自己先聊着,不出两日,同事有些犹豫着问我,你那个好朋友是不是长得很不好看啊,我有些莫名其妙,道,还可以啊,好朋友算不得大美女, 但剩下皮肤白,长得清秀,同事看了我一眼,他朋友圈没有照片,刚认识我也不好意思,直接就找人家要,我想了想,他连朋友圈都发得上,更别说发自己的照片了,那么问题来了,他都没有见过我的好朋友,为什么会说他长得不好看呢? 同事道,你朋友都25岁了,还没有谈过恋爱,难道不是因为长得丑吗?我从来不认为这两者之间能有和必然联系,身边就有活生生的例子啊,也有朋友长得很是一般,比我好朋友差了一截, 但桃花运似乎极好,身边男朋友从来没有断过,他们当然没有后续了,我却突然生出无限感慨,02我很理解我的好朋友,我们之所以能成为好朋友,肯定是在某些地方有着相似之处,比如,我那时比他还大一岁,已经26岁了,也从来没有谈过恋爱,但是后来,我再也不会和人说起置信了, 最初大学毕业的时候,有人问我谈过恋爱没有,我说话时说,没有谈过,对方一笑,说你还挺单纯的,我也不知道对方的笑容里究竟包含了几个意思,我也不会去追究那些,也总有人不相信,说你别是骗人吧,我说这没有,回到我给你介绍一个吧,我一开始不知如何回答,只好笑笑,也就渐渐没了后续, 我知道肯定也有人说,我是因为长得丑,我遇到过这样的事情,亲戚介绍的男生,说话比较直,得知我没有谈或恋爱,他脱口而出,现在这个社会,26岁还没有谈或恋爱的女生,那脸是有多不能看啊,显然他很快觉得不妥,马上撤回消息了,重新发, 我看你照片还行啊,为啥没谈或恋爱呢,但我还是看到了,经历的次数多了以后,我就再也不会说,自己没有谈或恋爱了,也就没人再猜测说我丑了,不过现实,我的人都往另一个方向猜了, 他们会问我,你是不是不喜欢男生,作为一个26岁的单身女青年,我想说,我没有谈或恋爱,真不是因为长得丑,我也一直在思考,那是为什么呢? 03我是朋友,眼中的情感军师,每每有人遇到了恋爱问题,总喜欢找我聊天,我会开导他们,分析起别人的爱情来偷偷试道,俨然一副很有经验的样子,他们遇到的问题,总能在我这里得到解决,我那些理论,无非,是因为听得多了而已,是不是永不知道,但安慰了人的效果是绝对有的,到底我都懂, 只是到了自己这里依然会有疑惑,因为会怀疑坚持是否正确,我第一次收到情书,是小学五年级,后来读书期间就没怎么断过,在那时我坚定的认为读书时候谈恋爱的不是好学生,从来没有开启过一段早恋,大学在一个男女分配很不平衡的学校,我比较差,平时没事多在寝室看电视,或者去图书馆看书, 认识的男生除了本班那几个,就没超过五个了,毕业以后宣次范围一就很小,女生好朋友越来越多,男生吗,都快没有了,于是就只能靠介绍,朋友介绍,家里亲戚介绍,也有几个追过我,但我觉得都不合适,他们的经济能力和其他条件都是合适的, 唯一不合适的,是三观,是的,就是不大能说到一块去,朋友说,像你这样追求思想的最难找了,大人说,结婚是过日子,又不是用来聊天,要能说到一块去干什么,但还是认为应该再等等吧,去年年底,我那个25岁没有谈过恋爱的朋友闪婚了, 男朋友大胆两岁,个子高,长得不错,工作亦好,只因为性格敏甜,也没有谈过恋爱,他们相亲认识,但一见如故,今年的十日份,他们的孩子就要出生了,我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念头,再等等吧,虽然我也不知道所谓的原本究竟靠不靠谱,是不是只是编造的一套谎言,可能有的人就真的一辈子遇不到了, 但还是心存小幸,再等等吧,最近,我遇到了一个人,我们很聊得来,尤其三观特别和,怕到我三岁,有过前任,感慨应该早一点遇见我,我说如果早点遇见,说不定我们也早就错过无数次了,有些时间的相遇,是有原因的吧,上周我们在一起了,住,图片来源网络。 感谢观看